谁来救救这只可怜的猫咪 它已经有八天没吃过东西了 每走一步都很吃力 猫咪的身体已经达到极限 但为了能再次见到主人 它只能吃草来冲击 希望能在倒下之前能见到主人 靠着自己顽强的意志力 向家方向一步一步的移动 但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住 视力突然变得模糊 四肢无力 最后还是倒在了公路边上 原本猫咪是一家宠物店最丑的猫 不仅胖 脸上还有一颗黑黑的大只 因为商铺是在五八同城上面租的 不仅店面大而且价格还便宜 于是老板就把猫咪的价格降到最低 但始终没人愿意购买它 猫咪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为什么没人愿意领养自己 看着同类一个一个的被人领走 猫咪瞬间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 活到现在还不如一条狗 无奈之下 店员只能让老板把价格再降一点 或许这样就会有人领走 但老板却说 这不是价格的问题 降到这么低都没原样 虽然可怜 但也只能等待奇迹出现 第二天 从屋店里来了一位大叔 想在店里买水下动物海葵 而店员说店里没有这种动物 于是十分热情地推敲着那只猫咪 因为猫咪还有几天就满一岁了 成年的猫咪几乎没人愿意买 一旦超过规定的时间没有卖出 就会把猫咪送到空无一人 又黑又冷的收容所 虽然店员很着急 但大叔还是以害怕猫咪为由拒绝了 看到这一幕 猫咪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觉得自己就是个没人要的没准 就在这时 女店员在地上捡到一条项链 而这正是大叔最宝贵的东西 因为大叔的妻子意外死亡 于是就把两枚婚戒做成项链戴在身上 也是因为这条项链 猫咪的猫声从此发生了变化 随后 大叔着急忙慌地来到店里 问店员有没有看到一条戒指项链 女店员就把项链给了他 就在大叔准备戴上项链时 一条鼓突然叫了几声 吓得大叔手一抖项链掉在了地上 因此妻子的婚戒滚到了一旁 当大叔捡起婚戒的那一刻 一场命运的邂逅就此开始 或许这一切都是妻子的安排 因为妻子生前就很喜欢猫 一直都很想养一只 巧的是 婚戒也刚好落在猫咪的面前 此时此刻 大叔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便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猫 请你 诶 你 店员和猫咪都惊呆了 难道这个世界真有奇迹吗 可爱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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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猫咪成功被大叔领走 而猫咪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直被嫌弃的自己 竟然真会有人愿意买走 随后就带着猫咪回家 在途中 大叔看了看手里的猫咪 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也是妻子离开后第一次笑的那么甜 回到家后 猫咪对这陌生的环境有些恐惧 但在大叔的鼓励下 猫咪勇敢地走出了笼子 大叔也开始为猫咪布置新家 生怕自己照顾不好它 于是把猫砂装了满满的一盘 随后又给它准备了食物 猫咪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像是饿死鬼头的胎 很快就把一碗猫粮吃的一粒不剩 吃完后又露出了渴望的眼神 还得大叔放了一道店 大叔瞬间变脸 因为店员提醒过他 一定要控制猫咪的食量 但呆萌可爱的样子 大叔没忍住又给了他一些猫粮 还帮他取了一个名字 服完 然而到了晚上 大叔看了妻子的照片 情绪非常低落 而猫咪却在这时爬上了床 注意看 这只流浪猫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脑海里浮现出与主人的点点滴滴 想起了主人那些温暖的怀抱 他原本是一只被人嫌弃的丑猫咪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一个大叔看中了他 并把他买走领回了家 还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服完 到了半夜 大叔看着妻子的照片无法入睡 因为妻子生前一直想领养一只猫 虽然现在有了猫 但妻子却不在了 大叔躺在床上思念着妻子 看来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可就在这时 服完却来到了床上 似乎在安慰着大叔 人总有一死 但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生活 看着可爱的服完 大叔心情好了很多 就这样 大叔抱着服完沉沉睡去 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 大叔不敢相信 自从妻子离开后 第一次一觉睡到天亮 这让大叔更加的珍惜服完 就在大叔准备去上班时 回头看到了服完衣不舍地忘了他 于是大叔便安慰起了服完 让服完在家乖乖地等他回家 并承诺他自己会尽快赶回来 就当门关上的那一刻 服完还是没忍住哭了起来 大叔不舍地回头看了看 刚好看见服完趴在窗边挥手告别 虽然不舍 但为了生存 他也只好挥手与服完告别 大叔走后 服完看了看这个新家 决定要守护好这个新家 就在这时 他似乎发现了古名生物 立马做出了攻击的姿势 原来只是一面镜子 服完以为是入侵者 于是就和镜子里的自己打了起来 但许久后 还是没分出胜负 服完只好使出成名绝技 脑袋被自己装晕 这才意识到自己打的是一面镜子 没多久 大叔下班后 马不停蹄地往家里赶去 当他打开房门时 就发现服完早已在门口等着他 做发现 干嘛呢 干嘛呢 通过这次短暂的分别后 他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了 这天 服完发现 大叔总是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 这让服完感到很奇怪 便坐在门口开始对大叔撒娇 大叔瞬间被他的样子感化 于是就把他抱进了房间 原来房间放着一个大钢琴 大叔原本是一名之身的钢琴家 因为妻子离开的原因 大叔每日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也导致他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从那以后 大叔就开始对钢琴恐惧 更不敢在观众面前表演 于是只能把钢琴带回家 想念妻子时就会弹出婉转的哀伤 以此来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而服完也在这时 感受到了大叔的悲伤 他不想自己喜欢的主人 再这样下去 于是直接跳上钢琴躺在了上面 看着服完那可爱的样子 大叔并没有责怪他 而是把他抱在怀里 带着他一起弹钢琴 有了服完的出现 这次的音乐充满了欢乐 一瞬间 温馨的房间内 充满了幸福的气息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大叔与猫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时光飞逝 一转眼就到了服完一周岁生日 大叔曾经的同事 也来到家里为服完轻声 也带来了一只灰色的猫咪 看到同类服完非常兴奋 突然一股熟悉的气味 引起了服完的注意 当笼子被打开时 两只猫咪都看傻了眼 原来他们是一对失散多年的姐弟 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相遇 姐弟俩紧紧抱在一起 诉说着彼此的心酸 服完立马想起了曾经的一个晚上 一个陌生人来到他们的面前 因为那时候自己太小 于是陌生人就抱走了大典的姐姐 姐弟俩分开了这么久 服完终于见到自己的亲人 大叔与同事看到这一幕 也十分的开心 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天晚上 服完却发生了意外 感谢观看